老原的住宅切到案件 一樣是去搜尋到的 最後的程式其實錄下來你會發現 這麼多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 其實最後刪掉之後就這麼少一點點 也就是說 我發現其實還有一些程式不需要的 哪一些不需要 這個最後留下來是長這樣 我把它Ctrl 立一下 這些是不需要的 然後還有哪一些不需要 還有一個是 這個我把它 Ctrl Y 還有這個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地方就這一行 叫Active Workbook這一行 Worksheet.add 我後來發現 如果你加了這一行之後 它會做什麼動作呢 它會增加什麼呢 增加一個 新的工作表 也就是你會發現先清掉之後 其實理論上我們會是希望 把那個下載的東西呢 直接就放在原來的工作表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加了這一行 它會多一個什麼動作 按F8好了 有沒有發現 它會 幫你把 這邊的爬從前面再增加一個 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喔 但是我們 我們沒有要新增一個工作表啊 所以它這個地方這個動作顯然是不需要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這一行 把它 刪掉 OK 這一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把它註解 前面加單以號 OK 也就是說 不要執行這個動作 如果剛剛執行的話 把它刪掉 我們重來一下 OK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這一行不需要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重來一下 那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它就不會新增 所以這一行 就是不要讓它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再來底下的部分 我發現喔 從那個什麼呢 這個Raw Lumber 一直到 底下這一些 Refresh一定要 就是Raw Lumber到那個Refresh 所以這一些程式喔 其實好像也是多餘的 也就是你不執行 它也不會有影響 所以呢我就把這一段程式 把它註解掉 我Raw Lumber一下 發現OK 所以我把它刪掉 所以這一段 那我又把那個最後 OK的程式 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Raw Lumber沒有問題 OK 那也就是說啦 最後其實 爬蟲需要的 就是這樣 這樣一小段程式 但是 但是 至於什麼做啦 我想請各位 多多熟悉一下 從那個錄日去期 再把它修改 那 今天的話呢 也許後面我們還有需要 把那個繪圖的部分 畫出來 所以 也許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再從這邊 繼續把它完成 所以請各位 把今天做的練習 可以可能把它另存心擋一下 存成也許叫什麼 桃園住宅竊道 的那個分析好了 然後 名稱的話也許啊 記得那個 也要把 檔案類型 改成啟用 聚齊的活業部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呢 就 不用交作業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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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